众所周知 当属蒋琴扮演的大奶奶沈翠喜 稳重中带有杀气 又不缺柔情慈心 忍辱负重 敢于担当 又要致勇双全 蒋琴琴把沈翠喜角色吃得很透 关键是蒋琴琴是原因 台词功底强 当然不论是墨绿色 还是深蓝色民国服饰 蒋琴琴都能够轻松穿出优雅气质 但是当家主母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不过在口碑上却是褒贬不一 可以说这部于正号称为蒋琴琴量身定做的剧制 看上去诚意并不是很足 近日 黄磊出席某节目 在采访时 有记者问他 如何看待你们学院女神蒋琴琴当家主母的 对此 黄磊的回答很到位 有了好的剧本 戏就有了灵魂 而好的电视剧和好的演员 细微之处也能另有乾坤 但有时各个年龄段大观众衡量的标准不一样 蒋琴琴的戏亦是如此 对此 网友表示 一语重地 当然 随着剧情推进 非常期待杨蓉和蒋琴琴的对决 不知道谁的演技会更胜一筹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们觉得 当家主母能延续延续攻略的辉煌吗 对此 给我们准备 还尽力 转过来 我们准备 对此 我们准备 我们准备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